接著來關心的是新竹市棒球場的爭議 現在持續延燒當中 新竹市長高鴻安市府 在去年所發包的棒球場專業諮詢 還有檢測服務的這些標案 當時是由漢創運動行銷公司得標 但是市議會民進黨團就質疑說 這當中不符合採購法 因此案鈴告發了市府涉嫌突利 那麼時間點在一早 廉政署就已經大動作約談了 市長市的秘書田正宏等等相關人士 要求他們要說明這整個標案的過程 議會民進黨團之所以會告發市府涉嫌 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說 在今年五月底的時候 市府就已經把開挖的棒球場 交給漢創來保管 那麼之後漢創又順利取得了標案 質疑說這當中是不是先承攬後得標 那麼對於遭到檢連搜索 新竹市府也已經證實了消息 但同時表示因為偵查不公開 所以接下來他們無可奉告配合調查 結束了